不過現在蹭寒流的確已經變成 台灣政壇最熱門的運動了 被柯文哲一定覺得 韓國瑜對他來講壓力非常的大 最近他談到韓國瑜聲勢這麼高 跟他過去一向非常有自信的 這一個應答 已經開始有一點不一樣了 包括了現在他最新又宣布說 他228這一天又要去挑戰一日雙場 騎腳踏車從台北要騎到高雄 為什麼突然騎一日雙城 有人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要去見韓國瑜 柯文哲就說 如果我要見韓國瑜坐高鐵就好了 幹嘛從台北騎到高雄 台北騎高雄比較有誠意一點 然後韓國瑜也針對這個事情回應 他說不管柯文哲是坐高鐵 還是開高速公路騎單車走路來 他通通都歡迎他來 至於說這一個柯文哲被問到說 有人覺得韓國瑜的民調 如果大於柯文哲的話 韓國瑜就會選總統 這個問題柯文哲說 你要去問韓國瑜 然後又問柯文哲說 你有沒有想過成為對手的場景 就是柯韓終須一戰的這個場景 柯文哲說認真過每一天就好 老是想東想西 台灣應該做的事不做 每天浪費太多的力氣 做沒必要的事 如果明天跟韓國瑜選總統的話 誰會贏 這個問題直指核心了 柯文哲說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到底是他覺得誰贏 佩君 餓了 這些問題可能以後你在議會裡頭 都要問一下柯文哲好不好 不要讓他呵呵呵呵就過去了 對 我看到他一日雙城的時候 我覺得我跟他這個腳踏車之旅 其實滿有緣分的 因為他第一次去一日雙城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市政記者 我真的是從台北跟下去了 2015年的柯文哲 跟現在的柯文哲 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了 就很多人已經看不透他的手腳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這一招下的滿顯的 就他這一趟下去 苦功勞力做了很多 可是效果能不能有之前那麼好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號 但他其實也很聰明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 很有轉環空間的一招 一直都說他公開的講說 我如果要去見韓國瑜 我搭高鐵就好 可是最後如果如他的願 見到了韓國瑜 那就算賺到 如果不幸被賞了閉門歌 那他也可以說我只是來運動 所以怎麼樣都還有一個脫身的空間 滿聰明的 對他來講是這樣子 那韓國瑜 我想有一些觀眾朋友可能好奇說 這個寒流真的有大家想像中 這麼威猛嗎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在台北 民眾跟我們要韓國瑜紅包 已經不稀奇了 這已經快變日常了 我今天中午在我們大安區那邊 樓下吃簡單吃個飯 然後就兩個大安區的民眾走進來 一來被坐下來之後 就很高興跟我說 過年這幾天我要去高雄玩 我看看現在高雄 在這個韓市長的領導下 有沒有什麼不同 第二個坐下來一個大姐 這韓國瑜這感冒到現在 都還沒有好看了好擔心 當然身體很累 不行 好瘦 我講好久你知道 他們這個口氣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他們講到韓國瑜的時候 不像在講電視上的政治人物 比較像在講他家的人 或是他隔壁的鄰居 所以寒流的魅力 幾乎已經變成我們大家 北中南全台政治人物的日常 每一個人坐下來的時候 都在講韓國瑜 所以相信對韓國瑜有興趣的人 絕對不會是只有國內的人 所以費正清 這個中國研究中心 邀請他去演講真的不意外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的單位 然後他過去也是以學術中立駐成 馬總統在時任市長的時候 也就是他選總統的前兩年 他也去過費正清 他們就是現在在專注研究 中國大陸跟台灣的區域關係 區域發展 所以想要了解韓市長代表的新民意 邀請他去 這個是完全不令人意外的 但是也足以證明 韓國瑜市長在美方的心中 他算是台灣新一代民意 而且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他來講兩岸關係的時候 就格外值得我們多去關注 剛剛討論很多 就是未來兩岸的思考路線 應該是想如何更多元開放 盡量不要極端化 他用了這個比喻滿有趣的 剛剛幾位也提到 橄欖球就是完全不能講 統獨的那個年代 停在中間維持現狀 可是他畢竟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近幾年來這個練球型也很妙 就是統跟獨的聲量都很大 中間也有一個連結 就是說雙方還有對話的可能 可是問題是這兩邊 實在是太急劇了 所以長久下來的話 其實會反而使得 自由民主的這個根基會動搖 有一天會斷掉 社會穩定理性對話的空間 會越來越不可能 所以他才有這個 狗五頭型的說法 我相信他的這個想法 在美方的心中 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為他有他的詮釋空間 不過接下來大家要觀察 可能就是我們柯文哲市長 如何在這一波寒流當中 也來說一下他的版面 我倒是覺得他最近跟以前 變得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他最近忙著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找我們台北市議會 新科的市議員去便當會 以我過去對柯市長的了解 就是他在高處 就是他聲浪在高的時候 講話滿不客氣的 就是一意孤行 然後說穿了我覺得滿傲的 對於他堅持的事情 像他曾經就跟我講過 老人年金這件事情 他絕對不退 因為他在網路聲量 他看過不會影響他的選舉 這一點他打死不退 就是不讓步 可是隨著這個大衛的風向 逐漸起了一些變化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態度 也跟著有點奇妙的不同 比如說以我跟他的便當會來講 非常非常豪爽 我們提出的 當然我很少跟他談政治議題 我們談的都是實質的市政議題 他在會上展現了非常大的誠意 我必須說 幾乎我們提出的各種要求 完全照單全收 而且轉頭就交代局長 在座的各個局長馬上辦 我仍還沒有從市政府走到議會 相關單位的首長 已經在辦公室等我 所以可以想像 柯文哲開始在捲起一波新的浪潮 他用他的這種市長的資源 開始在做一些事情 我相信慢慢的很多端倪 還會越來越浮出水面 到時候會看得更清楚 先心不出內天下重新河 除非是到這個地步 所以 任管長當然大家優心沖沖 就是對國民黨有疼心的人 就因為當來的 民進黨的黨籍也覺得說 蔡英文總統 民調不太高 是不是讓鞋青鐵來調停一下 還是說換鞋青鐵算 這都會嘛 所以跟這塊兵在量就是阿伯 阿伯說五六月你們來問我 所以阿伯現在這塊兵 在台北市這次的補算 就去用一半比較多 所以現在不輕鬆 但韓國瑜大家一直對 這麼多大的機台 我一直很煩惱 實在說 你說剛才我在阿手 在那本安包那個鞋子 那不是手中的胸 他的腰會生中的胸 他的腰會生中的胸 如果像說我們每一日 這樣阿氣阿熱就對了 只要我們在拜票 我們雙骨過都很清楚 當然他身體不錯 他說我油漬比他更好 他的油比我更好 油跟油漬一樣的朋友 對啊 他說的 他說我油漬比他更好 你們兩個是怎麼比的 不然你給我騎 去給我騎台 我又說我介紹 我現在 我就跟下面的人說 我現在介紹李嘉芬的太太 不是 李嘉芬的王妻 要介紹的王妻 什麼人你知道嗎 下面就雖然搶韓國的名字 大家很清楚 知道我在滾一下 他起來他也給我練了 他說 照我們付出這樣 逼人好合 逼條街頭 可以再生一個就對了 我說好 不能了 不要再生他 他說不會啦 你的油漬比我更好 所以你看 這就是韓國路 可以跟我們這個庶民 我們這車車路漢的語言 他很簡單的應答 他都念中的翻譯 所以我看他那種動作就是說 他說 第一 真性 人家說 會感動聽的就是性 央鄉在拜拜 心性哲靈 你求筆也好 求臉也好 所以剛才我說雙骨 你們說雙骨 什麼人來騎台 其實要請韓國路來騎台 這是大家 我坦白說 我很辛苦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高雄市民現在需要他在拚 我幫你邀請來 我幫你邀請來 兩點鐘高雄市民就減兩點鐘 但是邀請來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讓他貪 貫賺 我要負責這個人 不是說邀請來讓我動作 邀請來替農民 漁民 漁港 代言 那麼代言要把農漁民 漁港 既然這些人的心聲 透過這個石柱 來國會歡迎 尤其廣泛的交流 剛才大家看得很清楚 廣泛的交流 因為民進黨不是這些立法委員 五位選三個 十五石柱 都民進黨 不是他們沒有幫忙我們的農民漁民 坦白說 我們現在阿伯阿伯 你跟我說也很喜歡 說他如果沒有幫忙 不是他沒有幫忙 他優秀不變 因為他正當的立場 就是沒有跟大陸交流 所以他沒辦法幫你們 那麼五石裡面 讓韓國人來推薦 讓我來做 也不是幫你做四年 我就跟你說 給我八個月的時間 你給我八個月 我給你過好日 這是我給你生錄的 八個月我做不夠 我有民地培的人 我知道建設的人 我的失職 又減不參選 你四年 十五石柱 十二年 給兩家 八個月給你變化 變化 是不是可以給你過好日 經常增加多 不是說我幫你拿東西 幫你去買就很慘 不是這樣 最主要是說 讓你有嫁 我未來有收多少頂端 這樣你在正著 你在養魚的時候 你養到手不會軟 你知道我吃魚 養完之後 有人會幫我買 你不會心怕丟臉在過你 寒流一個來 十二度三個月就不會吃了 你不怪我們大家會怕 所以我有去幫你安排一些頂端 他們現在說我叫賣辦 這樣叫賣辦 我聽到實在是 心說我很辛苦 他還在旁邊政治 我替農雅雲在打招 你們還這樣給我領求我 去大陸交流叫賣辦 如果這樣我請問你 風力發展二十年給我開兩條就對了 多花九千七百億 你會跳過的管政府會簽約 一度五個半年要簽約 這中間有多少買辦在裡面 有多少買辦在裡面 把我們的費管錢 套過這些外國的島主上 錢捨出來還捨回你們的桌子裡面 這我已經在這裡說幾遍了 檢調後有人跟我聯絡 那你們沒有惡質 是怎麼基礎建設一個交通部幾千億 八千幾億都在做鐵路 這沒有系統性的頂端 這不是賣辦嗎 裡面有多少賣辦 你把我們台灣人的費管錢吞了 誰倒回來 或是在你們的桌子裡面 在你們的基金會 你們沒有惡質 我們去替農雅零 去賣瓜瓜子賣瓜魚子 這樣我就變賣辦 那實在聽到實在說 我怎麼生意留住了 說這個 我如果在說這個 你們就知道 我聽到真的假的 我假的不是我在收起 是因為你們收起 我替你說 他有說替農雅零做事情 叫做賣辦 他們這樣冬太高潔 幫你做一個三個三十一 拌一個三尾 我們現在要砸幾趟 要降下來五塊 倒一個這樣 拌一齣 又要幫你簽五塊拌 這不是在把我們爭銷 不是什麼 簽了 現在準備要跳過 管政府 說春節錢 明天錢要簽 這你看看 這裡面 多少人要去高潔 這不是賣辦 什麼叫賣辦 做美國的賣辦 做外國人的賣辦 做海通商的賣辦 我替農雅民賣 農雅品 去到大陸 這樣就是賣辦 你們實在說 你們這棟 我們台灣人民已經很清楚 所以我不用說 我剛才大小聲 他們做賊 發了 怕人發救人 這二十年來 你看多少 看在這裡讓我他們吐槽 聽到他們多少 才會怕 雙骨 我是說韓國瑜 有他們來是最好 鄉親是最要看到他 但我有怎麼說 你們如果最要看到我 我知道 但是 有 是最要看到 多少有 少要看 不要再說多少 你再說多少我就會痛苦 重點也是大家最要看到韓國 要摸一下 要用一下 我是覺得 這樣很好 這就是氣氛 韓國瑜在高雄 帶起一個魚羊 他來台南 我也覺得 不要說政治 我們就來賣農魚產品 因為透過以來 所有的小孩的小孩 會去燒到 我們在煮肉絲飯 我們在煎魚肚 煮魚肚湯 薩肉魚丸湯 我們在賣台灣貴賊 現在那座 翁來 楊德 這年漂亮 這樣世界 你看看 大陸 你看我們在節目中 都這樣說沒有 有效 那不是大型的通路上 那些燒通路上 買一腳火鬼 兩腳火鬼 三腳火鬼 甚至人過年 要送這個 過多要送禮品 買一兩腳火鬼 現在你看這樣 一禮拜來 幾十幾腳火鬼 幾八腳火鬼 中間 我告訴你 那不是全部都出高雄的火 賓董也有 台南也有 家儀也有 所以這就是怎樣 整個南台灣 會快樂 這個韓流 讓我們快樂 韓流來算不冷 好 減穿兩顆 還不冷 這種韓流 是溫暖的 不是那個 氣象的韓流 來試試準 所以我是覺得說 大家 台灣有希望 大家好好的巴奧 機會 小鄉傑先生 你這個 求老爺 目中 勇意的 便是頂勘 失智猶在地 機會 我們最難 阿姨 看這個節目 沒問題 韓流巴奧 過幸福快樂的日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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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